蘇貞昌議員 非常感謝院長,能不能邀請我們蘇貞昌蘇院長就備訓台 蘇貞昌議員 院長好 蘇貞昌議員 首先非常感謝院長這段時間的辛苦 尤其是在防疫這件事情上面 可以看得出來行政團隊好或不好 就是在國家面對這個重要的時刻的領導力 目前為止我觀看全國民眾所有相關的輿論或民調 都看得出來所有民眾對這次政府的防疫工作是非常肯定的 這樣的一個肯定除了在做各位的努力之外 其實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關於我們許多單位的人員 除了原來的工作之外 又其實都投入了更多的心情來努力 那有幾個事情來救教一下我們的院長 首先這個是國防部的一個部分 那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就是說我想大概知道說關於這個 我們整個剛開始第一個最大的缺口就是關於口罩的問題 所以我們協調了我們台灣許多的口罩的業者 就是加班生產 除了加班生產之外 另外第二個重要的事情就是加開了生產線 這兩件重要的事情 也讓我們的口罩 從原來剛開始缺乏的非常嚴重 現在逐步讓許多的市民 在採購的過程當中得到很大的便利性 那這個部分我就一個事情想請教 就是說對於目前我們的口罩工產裡面的員工 除了現有的員工之外 其實有一個部分是我們的國軍來支援的 那國軍的資源呢分成兩大部分 我想院長你曉得是哪兩大部分嗎 或者部長在旁邊也可以說明一下 是哪兩大部分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目前資源經濟部口罩的增產 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我們候補的幹部 處於地區的 大家都願意去幫忙主動來投入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自己本身後備指揮部 我們國軍變制內的也有後備指揮部的一些部隊 好 所以我想院長你聽得很清楚就兩大類 第一類就是現職的我們的資源義官司兵 也就是說我們放下本物的工作來支援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行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後備人員 事實上他就是民間人士來做投入的 那我想請教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後備人士 就是現有的民間人員到達我們的這些口罩工廠來協助 有沒有領薪水 那邊都是義務性質 所以他就是義務性質幫忙 也就是說他純粹就當志工就對了 好 那第二個狀況就是剛才提到的 我們的國軍資源義官司兵 到達口罩工廠來服務 有沒有領薪水 也都沒有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聽到有一個領400塊的出差費 有沒有這件事情 那有編給他們善雜費 善雜費 善雜費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400塊的善雜費 是只有在國軍現役的官司兵 還是包括 包括委員都有 都有嗎 好 那我想請教 這位院長你了解我講的意思了 口罩工廠是民間的口罩工廠 因為國家的需要而徵用他們 所以我們除了幫忙他們就是編制這個 保證收購量之外 我們另外一個還派了人員去幫忙他們就對了 那這個幫忙的人員就院長你看 這是一個常態性的靈力支持 還是說我們仍然希望相關的口罩工廠 業者生產商 他應該自己把缺口能力補起來 院長你的看法 口罩這一次是因為疫情的需要 國軍的幫忙是一向 當國家有發生任何災難事變時 我們非常感謝國軍弟兄都在第一時間在第一線支援 無論是碰到天然災害像地震風災水災等 甚至於民間當受到疫情需要或者是災害像突然暴雨怎樣 要搶說搶歌 常常都是國軍在第一線幫忙 行之有年 民間非常感動 而國軍對相關的作業 應給現役軍人 或退役相關的後備軍人等 如何因應預算等等 一向都有固定的作業模式 我們都除了展現國軍軍愛民民進軍的這個作法 觀念的落實外 國軍也是藉這個機會 讓他能夠跟民間合作參與的這個作法 至於相關匯用 國安部等都有相關密切的作業程序 那感謝校院長 剛才你提的內容我再請教你兩點 第一個你講到錢的部分 就是因為醜辱有相關的人力的資源的費用 那這個費用是由國安部自己處理 還是未來 行政院這邊再統合相關的預算支應呢 國安部有相關的預算 本來就有相關預算 但這種疫情災變臨時增加 如果國安部有原預算不足 自然應該有防疫的預算 應付災變的預算中 雲給這是應該的 那就是說院長表示 這是部內的相關的預算的討論的挪用的問題 這部分有兩億八千萬預算 已經編在衛福部的特別預算裡面 所以衛福部認為在這個部分有編列相關的預算金 這個為什麼要請院長說明的原因 就是有許多人在質疑說 國防部這一次在特別預算裡面沒有編列到 我想今天剛才院長跟部長講得很清楚 也讓全體的國文知道說 事實上有兩億多元的預算 是由衛福部來代邊的嘛 這是一個 那另外我就要想到說 因為剛才有提到是 我們還是有現役的官司兵在做資源嘛 那剛才院長你提到的 其實我們過去的一些重大的天然災害 我們的官司兵去支援 都是一個臨時性的任務 那現在一個狀況就是 從我們大概二月初開始 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的時間 那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你自己有沒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因為畢竟這些官司兵 本來就有暫訓本務的自己的工作要做嘛 那看起來我們的這個疫情 會仍然持續延續的當中 仍然需要這個口罩工廠的生產 仍然都需要繼續來配合 但是這些人力的調配的部分 照院長你的看法來講 是要繼續再派遣呢 還是我們也希望 這些口罩生產業者 應該自己把自己的人力給補足 因為他是要補充他生產線員工的不足嘛 那事實上就業者本身 他居然有販賣的行為 因為政府有保證收購的關係 他是不是應該本身也要把它能力補足呢 院長你自己怎麼看 那是這樣的 這一個加強生產要求 甚至於24小時分坐三班等等 都是出於防疫以及口罩 非常急迫需要 業者也是配合政府的 所以這不是業者平常正常的生產模式 所以他不可能這個時候去雇用工人 變成他的固定班笛這些 所以才有請國防部 就國軍官兵人力資源 所以要求業者說 向外面僱用 變成他的工廠人力的一部分 有時候會給業者難處 所以我們是說 拜託業者儘快生產 大量生產 甚至於能夠業以機制的感工生產 以應需要 但如人力有不足 政府一定幫他補足 是這個意思 因為院長我想 這個當然利益良善 來 請 部長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當初決定這個資源任務 由我們後備來支援 就是考量我們 國防部編制的後備指揮部 他的戰訓任務 他就是服務後備軍人 就是剛剛跟委員報告的 後備這些幹部 他負責叫點召動員 那現在我們3月4月到5月 用疫情的關係 這個叫點召目前是暫停的 那這些工作 他們剛好這些全民國防服務 結合在一起 藉由這個口罩的增長工作 所以這個戰訓應該是一致的 他就是全民國防 全民連防性質的工作 所以他們本身就結合在一起 幫我們 那如果照剛才院長跟部長講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看起來的話 就是我們國軍來支援 口罩生產這件事情 這個政策會繼續持續下去嗎 那可能就可能等疫情什麼時候 到一個段落 我們才能結束這樣的一個資源工作 那如果假設他的疫情 五月六月仍然非常嚴峻的話 那我想這樣的政策 會繼續持續下去 所以口罩業者 配合國家 徵用的生產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跟計畫 仍然是繼續維持著 院長的意思就是這樣就對了 我們本來大家都在估是 這個疫情希望能夠在四月就能過去 或者夏天前就能過去 但以這一次 因為這個疫情是起先難估的 另外這個不明的會員也過去不知道 所以也很難估算 那全世界都在怎麼樣子讓他早日能夠趨緩 甚至於控制 所以我們也是做這樣努力 所以現在難以估 說到什麼時候會截止 那現在也都是應變 或者緊急的需要 但希望不是變成常態 那如果真的時間沿得非常的長 讓國軍怎麼樣 或者讓業者怎麼樣 自然應該另外有應變的方式 新的辦法要出來嗎 那當然 因為這過程中 委員也看到 也謝謝委員很大支持 我們都超前部署 然後應變做法 也相當靈活 因為這個事實上現場我也有去看 其實他們大家都蠻辛苦的 那另外一個就除了國防部之外 另外就是中華郵政 我想院長也曉得說 目前我們的口罩 或者相關的酒精的配發 都是透過中華郵政的這個系統 那我前幾天 也有跟郵政公會的一些好朋友 在聊天聊到 其實他們都非常的辛苦 就是說他們除了自己的 郵務的本務之外 事實上現在很大的一個工作在做 配合我們的政府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也想請教一下院長說 那你曉得說 中華郵政他們工作量 基層的員工 工作量增加的很多 那甚至有許多的員工 造成他的休假可能都受到了延遲 因為他真的為了配合這樣一個政策 那我有聽到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說中華郵政有考慮要申請 就是勞基法的34條之二或者36條之事 關於就是公時的這個就是休息8小時 或者7天工作上班 彈性休的問題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這個有解決兩個方案 一種就是說請中華郵政這邊再增加人力 一個就是在現有的人力上做雲資 那就院長你的看法來講 你比較支持哪一種方案 或者以勞動部的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這個也是常態性的一個 要繼續被支持下去的一件事情 是這樣子 這個中華郵政的配送 在當初也就幾個禮拜前了 好幾個禮拜前 在我主持口罩會議上 特別請中華郵政公司總經理 親自都有參與 所以當初在決定口罩要用實名制的時候 要怎麼改從超商變成藥局 這個整個換軌過程中 其實都經過緻密的計算跟工作的評量 非常感動是中華郵政公司 大家也體會這個疫情的需要 大家都非常努力 而且配合得很好 總統跟我都親自去到配花的 中華郵政的相關地點 給他們慰問加油 同時也定有相關的辦法 來給他們鼓勵補償 那至於作業的這個時間數等等 也都有交代總經理 務必讓我們的員工 因為這個比較可以控制 也就多少量要多少人 他們其實都做得蠻好 包括怎麼去收 然後怎麼配 以及這個地點怎麼樣 他們中華郵政很有一套 我們親自去看過 那後來覺得藥局也負擔很重 然後我們送口罩的郵務人員也很辛苦 所以才會後來又有2.0 就是希望更多的方法 更科技的做法 讓各方都更方便 買個人也方便 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又演進成為2.0 也就希望中華郵政公司的郵遞人員 能夠減輕一點工作量 如果他們因此增加了什麼工作量 自然應該給予津貼 如果工時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請委員指教 我相信中華郵政公司不會虧待 也都會依法來做得好 好 我想謝謝院長 為什麼要特別講到 因為這是基層公會 郵務室的一個心聲 就是說因為畢竟 命令的貫徹下來 當中他們當然有遵守命令的義務 那事實上其實也很辛苦的苦水 可能都自己吞下來 這我想說就這個部分來看 我也會來收集他們的意見 那到時候可能也給我們行政院 或者相關單位 請他們可以就我們的立場 可以多多來關心他們 因為畢竟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付出很大的心 我為什麼這位跟院長這樣講 我聽到許多郵務宿司 他告訴我說 為了要配合這個 相關藥局的作業時間 或者有些藥局在忙 他就說要拒收 所以有時候跑兩三趟 一個藥局跑兩三趟 就是為了能夠每個點 都能夠順利的送到 那事實上對他們來講 得要花更多的時間 在做相關的這些事情 那我會把這些案子的相關 內容都收集起來 之後也請我們勞動部啦 交通部啦 我們院長這邊 能夠多多來關心他們 因為目前我們派送的第一線 現在還是以郵局為主嘛 整個郵政公司的員工 事實上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也感謝院長 說你也到過我們的現場 去第一線去慰問他們 有空的時候 就給他們多多慰問一下 總統也有去 他們會很感動的 因為我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其實對這個政策很支持 但是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其實藉著委員一點點時間 我特別藉這個機會 真的感謝 我們說口罩國家隊 其實是從生產到地送到分配到由線上購買 多少人的辛苦 甚至連油菜 那個超商的員工 所以我講一個故事就 口罩國家隊還包括製造口罩機器的人 這也謝謝經濟部 他們今天他們剛剛完成了六十幾 好 謝謝蔡思怡委員 接下來請羅志正委員